最近几年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 这些新疆破坏维吾尔人的谴责从没断过 虽然老共从不承认 不过证据也在表明 老公在新疆设有大规模的在教育营 并监禁维吾尔人 可是老公也说了 新疆和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外人无权智慧 那么问题就来了 新疆真的是自古就有中国领土吗? 为什么老公要破坏维吾尔人呢? 我们得先从新疆与土权的历史说起 以地理位置来看 新疆主要有两个区域所组成 天山以北称为选格尔 以南则是塔里木盆地 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在中国古代 渔门关以西称为西域 蒙古草原一带叫做墨北 与汉人生活的中原区域有所区别 西渊前400年 狐军人的祖先匈奴人在蒙古草原崛起 逐渐向中亚扩张 融合了其他部落 变成了北方草原的抗霸子 匈奴的成名之战 是汉高祖的百登之围 把汉帝国打得多花流水 此后汉兴打了一百多年 匈奴不够持久开始衰落 分裂为南北匈奴 之后北匈奴西迁 乌环和鲜卑强大起来 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五湖十六国时期 鲜卑与另外四个胡黑进入中原 这个就是五湖乱滑 鲜卑入祖中原建立了北魏 同立了北方 北方草原则被柔安占据 接着五湖五年 原本附属于柔然的突厥崛起 灭了荣兰一桶蒙古草原 突厥帝国空前强大 东起东北西到离海 给之后随帝国极大的压力 后来因为随了离间 分立为东西突厥 与随他关系非常密切 突厥人范长子突厥语 今天分布在中亚西亚西伯利亚等地 包括土耳其亚塞拜然 以及中亚五国维吾尔的民族 英文称为特克 中文叫做突厥 这些人有着共同的语言 虽然散布在不同的国家 不过有着共同文化与宗教 只是由于突厥人的有目特性 导致后来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知系 历史记载维吾尔人的祖先叫做回合 是突厥人的一支 新元745年 与唐联手面的突厥 十年之后爆发了安死之乱 唐无力平乱 于是跟回合戒兵 安死之乱结束后 回合实力达到点胜 并强迫唐朝将他们回呼 只是回呼统治草原的时间不长 在八四六年被吉尔吉士人的祖先 狭家撕给面王 回呼的势力退出末北 分三部残入席迁 陆续在中亚、小塔西亚一带定居 另一方面 阿拉伯帝国在七到十三世纪崛起 生活在中亚的突厥人 也接受了伊斯兰教 由于突厥人的驻战能力强 经常被阿拉伯或是波士人 迈到中东与埃及 像是四义帝国内的奴隶兵 古拉姆 分别是沙拉山与印度的特殊兵种 不过其实都是突厥人 都是历史上真是存在的 直到也靠战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阿拉伯人、波士人和突厥人 在中亚朝原兴摔了上百年 最终变成了阿拉伯人传播之事 波士人完善制度 突厥人则负责作战 直到13世纪中叶 蒙古大军横扫了欧亚大陆 四大韩国之一的查拉台韩国 也有征服了中亚 进入一个新的民族融合时期 后来在中东的蒙古人伊斯兰化 在波斯的蒙古人波斯化 而中亚的蒙古人也突厥化 铁沫的帝国就是突厥蒙古人建立的国家 时间到了17世纪中叶 信仰佛教准各布蒙古人崛起 攻占了新疆西藏全境 建立了准各韩国 想要恢复成以思汗的蒙古帝国 并与清朝发生了持久战争 历经了康永前三位皇帝 前后长达70年 最终在1758年 乾隆皇帝彻底击败了准格尔 把天山乱北收入版图 清朝获得了外蒙古、西藏、新疆等地 确立了清朝的版图 清朝统治的特点是禁止汉人移居新疆 另一位派官员直接管理 由于新疆人口稀少、帝广人稀 前期到也相安无事 不过19世纪中叶以来 清朝各地封烟四起 陷入了内忧外患 因为太平田国碾军与西方列强而赔款 清廷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新疆的响应预算被砍 加重了新疆的赴税压力 导致新疆各族的人民 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反抗运动 但又屡次被清军镇压 每次的镇压都是以邪嫌暗屠成告终 埋下日后民族冲突的导火线 1866年 清军的各地四处平乱 新疆人民趁乱起义 在英国撒尔与厄图曼帝国的支持下 新疆人民赶走了清军 获得了完全的独立 不过很快的1875年 左中堂被任命为清裁大臣 负责督办新疆军务 年绵20年的动乱 以新疆人民上百万人的食杀为代价 彻底的征服了新疆 1884年 东东突厥斯坦改名为新疆 就是新的疆域 从秦汉到清朝 2000多年的历史洪流中 除了西汉对于西域统治了100多年 唐朝维持了20几年 在其他的时间里 这些图决国家与同时代的中原王朝 都是平起平座的关系 中国的西北边境 今天的新疆一带 一直都是图决维吾尔人的家园 称为东图决斯坦或东土耳其斯坦 指的是维吾尔人的土地 而这些名称在老共眼里 却是分裂祖国恐怖分子的代名词 中华民国成立后 新疆进入了军阀时期 社会经济并不稳定 另一方面 苏联成功渗透了蒙古国后 也一直对新疆加强行动 1933年 新疆南部发生暴动 建立了东图决斯坦第一共和国 当时与新疆维吾尼的印度阿富汗 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对于日本都表示支持 但一样是邻居的苏联 却不希望中亚出现一个伊斯兰国家 因为担心会引发连锁效应 苏联中亚的图决民族会有样学样 也担心英国趁乱进入新疆 威胁苏联在中亚的地位 因此苏联出动了机械化的部队与空军 迷目张胆地支持军阀、圣事财 希望新疆脱离中国 让其外蒙古化 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在苏联的经济和军事的支援下 很快地镇压革命 不过苏联顾及到国际观感 并没有贸然并吞新疆 但在1942年 苏联正与希特勒打得火热 无法顾及新疆 情书的圣事财再次被鼓 投靠了国民党 与苏联彻彻底决裂 1914年 苏联击败了德国 俄中国反而在玉相贵会战中失利 风向仔 圣事财又准备投靠苏联 但被史达林拒绝 还密告了蒋介石 同年为了报复 苏联在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三等三个区域 策划了分离主义叛乱 劳共称之为三区革命 并全力支持 事后再扶植东图厥斯坦第二共和国 成为苏联在新疆的傀儡 结合在国共内战中 三区革命的势力与劳共同流 1949年9月 劳共打下新疆 随即于10月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195年代初期 新疆的反政府力量 主要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 与贩图厥主义伊斯坦组织 搞得老共形成不宁 由于历史的因素 加上民族、文化、宗教都不同 跑到台湾的老奖又在一旁三方点火 因此新疆一直不平静 暴乱平传 1955年 老共沿袭苏联大哥的做法 把新疆省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不过维族人却没有获得真正的自治 相反的老共延续自清朝以来的汉人本位主义 另外搭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巩固在新疆的统治权 而且国共内战结束后 新疆再也不需要这么多的解放军 老共便在1954年 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夺搬解放军的军人退伍 也包含了各省的汉人 老共将他们安置在农场、矿山 以及苏联投资的企业 随着监狼改营的设立 劳改犯人刑满后 也往往被迫在新疆落地生根 特别是在1960年代 大跃进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成千上万的中学的毕业生 与各省的难民 从中国的各乡村城市逃往新疆 大量的汉人移民 再次的冲击了当地的社会 在毛泽东的统治期间 新疆的维吾尔族与其他的少数民族 被迫放弃一丝反教 强迫学中文甚至是吃猪肉 引起了维吾尔族的强烈反弹 同时导工与大根道翻 苏联再度撤反新疆独立 解放军数次镇压叛乱 最大一次发生在1962年 无数的难民逃往苏联境内 毛泽东去世后 宗教活动又被允许 不过苏联入侵阿富汗时 极端的哈瓦比派三战人员 也从阿富汗进入新疆 随后不断的民主矛盾和冲突下 老共加强了严密的监控 维吾尔人为了获得工作的机会 不得不学习中文 维吾尔语反而变成了第二语言 1995年到1999年间 至少兴建了70座清真室被拆除 取而代赐的四高楼大厦 在重重的压迫下 不断增加民族间的矛盾 部分维吾尔人被无差别的逮捕 监禁甚至处决 2008年以来 新疆多次爆发暴动 造成严重死伤 因此老共从2014年起 在新疆广社再教育营 官方的说法是职业训练所 而西方媒体却认为 实际上是关押被当局认为 思想问题的穆斯林 是现代的集中营 人数可能高达150万人 当然老共是完全否认 新疆未处内陆 传统经济以农木为主 与沿海省份比较起来 本来就不富裕 但在老共的宣传下 贫穷变成了新疆落后的象征 更进一步合理化 在教育的根据 就我们外人来看 新疆对老共来说是一个赔钱货 让他独立不就好了 为什么跟恐怖情人一样 对我与我人穷军猛大呢 2013年底 习近平上任后 随即提出了全球经济战略 也就是一带一路 宣称要重现古代的丝绸之路 回动沿线各国的经济整合 打造政治互信文化暴容的利益共同体 而新疆就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 是通往中亚的重要管道 没有处理好新疆的问题 就会变成一带一路的绊脚石 那便无法实现习近平所提出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疆又连蒙古 左东西藏 而且腹地广大 如果让新疆独立 势必会牵动西藏 台湾甚至是香港独立的问题 会动摇中国的主权 因此老共绝对不会放弃新疆 另一方面 宗教一直是老共有敏感的话题 老共不喜欢宗教 而东徒运动是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宗教 就会威胁到老共的统治 一个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平等 尊重与和睦相处 是国家保持统一的前提 如瑞士由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区组成 却没有国家认同的问题 比利时和然也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 如今他们不但没有分离 反而在欧盟的启次下 走向更大的联盟 而中国在老共的统治下 55个民族大多也被汉化 只有维吾尔、西藏与蒙古族 在顽强的保护民族认同 两个世纪以来 维吾尔人与西藏人 他们经历了汉民族的残暴统治 他们起身反抗 想要挽救民族的面亡 却被打成恐怖分子 在新疆发生的民族清洗文化袍根 其实也在台湾发生过 1945年 国民政府来台 俄巴事件后 是长达数十年的白色恐怖与戒严 大家读着过时的中国实地 背着金广铁路东北三宝 想像沦陷区的宅宝们 生活在水城火热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要随着委员长去解放他们 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但即延后 台湾人自己办了种种选举 变两次政党轮替 台湾与过去的祖国渐行渐远 敏感的国族问题 不断的围绕着我们 怎么样的国家 才是我们所向往的 现在聚会帮制作的国产游戏 没有国家的人 将在游戏中探讨这个严肃的议题 想跟什么人成为同一国人呢 可以一边游戏一边思考 台湾与中国的真正问题 当然可别以为是一款很无聊的游戏 没有国家人文法非常创新 决于邦是搞户外实境游戏起家的 这次也把实境搬到了电脑里 游戏是以电脑为主 另外搭配手机与实体道具 是一款优秀的沉浸式解密游戏 游戏的世界观 取材来自真实世界的人事物 设定非常的细腻 在前期宣传的时候 甚至有人还以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如同维吾尔人一样 人人因为族群身份的认同 起而斗争的事情从没停歇过 故事设定在架空的近未来世界 玩家扮演强权大国的警务人员 原本想要前往阿罗米岛享受久违的假期 却意外地被卷入岛屿的脱邦与建国的纷乱之中 在游戏中 玩家可以见着一座小道 从荒拜经典中的处境再次奋起 历经不同族群之间的合作冲突相互扯后腿 再移入了拼搏斡旋 最终带领阿罗米岛走向未来的深刻故事 在过程中 你做错的选择会影响各族群对你的好感度 最终影响不同的结局 面对复杂多变的岛内情势 你的选择会创造出怎么样的未来 争取政府更积极地介入治理 建立新的国家 获释 还有其他的出入 这一次岛屿的未来由你决定 没有国家人曾经是的解謎游戏 可以在聚热帮的官网购买 结账时输入 CHEAP机箱用旧物责的优惠 优惠节线直到2022年的8月15号哦